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们到今天为止 当我们不断的来认识以西解书 我们会越来越认识神的话语 在整个活泼的生命当中 我相信你每一天的灵修 每一天与神的QT 会为你带来一个荣耀的明天 Amen 以西结书四十六章一到二十四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 内院朝东的门 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 唯有安息日和岳朔必须敞开 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 站在门框旁边 祭司要为他预备凡祭和平安祭 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 然后出去 正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 在安息日和岳朔 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 伊和华面前敬拜 安息日 王所献于伊和华的凡祭 要用无残疾的羊羔六支 无残疾的公棉羊一支 同献的宿祭要为公棉羊献伊伊法系面 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 伊伊法系面加油一心 王进入的时候 必由这门的廊而入 也必由此而出 在各节期 国内居民朝见伊和华的时候 从北门进入敬拜的 必由南门而出 从南门进入的 必由北门而出 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 必要直往前行 由对门而出 民进入 王也要在民中进入 民出去 王也要一同出去 在节期和盛会的日子 同献的宿祭 要为一只公牛献伊伊法系面 为一只公棉羊献伊伊法系面 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 伊伊法系面加油一心 王预备甘心献的梵祭或平安祭 就是像伊和华甘心献的 当有人为他开朝东的门 他就预备梵祭和平安祭 与安息日预备的一样 献壁就出去 他出去之后 当有人将门关闭 每日你要预备 无残疾一碎的羊羔一枝 献于耶和华为凡祭 要每早晨预备 每早晨也要预备 同献的宿祭 细面伊伊法六分之一 并由一心三分之一 调和细面 这宿祭要长线与耶和华 为永远的定力 每早晨要这样预备羊羔 宿祭 并由为长线的凡祭 主耶和华如此说 王若将产业赐给他的儿子 就成了他儿子的产业 那是他们承受为业的 倘若王将一份产业赐给他的臣仆 就成了他臣仆的产业 到自由之年仍要归与王 至于王的产业 必归与他的儿子 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 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 他要从自己的地业中 将产业赐给他儿子 免得我的民分散 个人离开所承受的 那带我的将我从门旁进入之处 领进为祭司预备的圣屋 是朝北的 见后头西边有一块地 他对我说 这是祭司主赎千祭 赎罪祭 烤素祭之地 免得带到外院使民成圣 他又带我到外院 使我经过院子的四拐角 见每拐角各有一个院子 院子四拐角的院子周围有墙 每院长四十轴 宽三十轴 四拐角院子的尺寸都是一样 其中周围有一排房子 房子内有主肉的地方 他对我说 这都是主肉的房子 殿内的仆役 要在这里主民的祭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很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到 以西节书的第四十六章 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的经文 我们今天看到 他给我们的主题是 让我们恢复献祭与敬拜 活出席内的人生 让我们恢复献祭与敬拜 活出席内的人生 当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在第三节的信息里面 经文当中 他告诉我们说 在安息日和月朔 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 耶和华面前敬拜 哇 第四节他说到什么呢 安息日 往所献与耶和华的凡祭 要用无产级的羊羔六只 无产级的公民羊一只 第六节说到的是月朔 那么当我们看从第三节到第六节 你会看到特别指到这两个日期 安息日和月朔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神特别指定这样的一个日期呢 我求主来祝福你 也帮助你 我们一起来认识神工作的时候和季节 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来工作的时候 我用一个角度来请大家一起跟我来认识 我们有的人不太了解 为什么我要参加主日崇拜 我们有的人不太了解 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教会的主日的聚会呢 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主日 把我们的安息的那一天 分别出来给神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得到多大的帮助吗 神定了一个日子 就在这一天 在创世纪第二章 第二节和第三节 神的话这样说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功以及完毕 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功 安息了 第三节 神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神在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 神赐福给第七日 我们现在在我们安息的日子 我们守的都是主日 这是七日的头一日 为什么头一日献给神这么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听人家说过 当我们把十分之一 把我们出手的土产和奉献摆在神面前的时候 神要因此祝福我们接下的十分之九呢 主日的聚会也是如此 我们主日的聚会就是你献出了 同生的那一天 七天你把第一天献给神 神要在你接下的六天里面 都要成为你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今天的话语的时候 你就会了解在安息日和月朔 他说到国内的居民 要在这门口夜华面前敬拜 神很清楚定了一些的时候 我要祝福你 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神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神祝福的法则当中 很多的人有软弱 我们并不了解 其实我们的软弱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跟你的牧师说 牧师我有软弱 当你跟你的姐妹说我有软弱 当你跟你的丈夫说我有软弱 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的软弱 常常是因为在神的面前 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时候 按照他的心意做事情 神说在月朔 在安息日敬拜 因为神是有次序的神 我们也要仔细的思考 如果你今天刚好在这个荧幕的面前 我要特别祝福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忽略主日的崇拜 因为很多的软弱 就是从主日的崇拜 开始慢慢不参加而开始的 当我们忽略了神要祝福的日子 我们忽略了神工作的日子 我们的生命就会与神越来越远离 我求神祝福你 神在意这个日子 因为这是神工作的日子 愿你得着神在这日子中所赐的福分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只是认识神工作的次序 我们也不只是认识神 对某些特定的日子他的看见 我也求神来祝福我们当中 你每一个人 我们一起要来看到 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会很兴奋 哇我们真的好兴奋 为什么我们很兴奋 因为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在以西节书里面 在以西节书的前半段 从第八第九第十到十一后面 你会看到神清楚的告诉以西节 告诉以色列人 我已经离开你们了 我离开耶路撒冷 我离开着我的城 但是从四十章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一直延续下来 神正在恢复 神说我要回家与你们同住 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因此神在安排一切的事情 我们来看到 神也在教导我们献祭 在今天的经文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以及我们也看到 今天的经文 在第十三节 第十五节 你会看到 神很清楚的在教导我们 他说每日你要预备无残疾 一岁的羊羔一只 献与夜华为凡祭 要每早晨预备 我们到底献祭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神的面前献祭 我们做家庭的祭坛 我们早上我们献早祭 我们在神的面前QT 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圣餐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献祭的目的 到底什么是献祭 我想透过两节圣经 我们一起来看到这样的一段话 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 三十八节和三十九节 同样的经文 他在《出埃及记》里面 神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 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 早晨要献这一只 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 神鼓励 神教导以色列人献祭 但是他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同样的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 后半段在四十五节和四十六节 神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做他们的神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要住在他们中间 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献祭原来是要欢迎 是要在神的面前告诉上帝 原来是要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要与神同住的一个方式 神透过这样的献祭 神透过你每一天的清洁 神透过你在神面前的乐意的圣洁 神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事情会发生 《出埃及记》的经文告诉我们 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的鞋没有穿破 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穿破 他们在神的面前甚至神说 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们的身上 他们当中不需要医生 不需要来看病 我求主祝福你 当神同在 你怎么带出神的同在 你能够明白 每一天 每一次 当你拿着你的QT的手册 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完成一天的进度吗 不是 你正在每一天献祭 当你每一天献祭的时候 你会开始经历到 神说我与你同住 如果神住在你家 请问谁能够成为你的仇敌 如果神住在你的公司 请问谁可以成为你的主爱 让我们一起透过QT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透过规律的在神面前献祭 吸引神的同住 同在 带出一个得胜的人生 奉主的名 祝福你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在你面前向你感谢 因为你在我们当中 不只是告诉我们 要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 而且知道你已经在计划 在教导我们 要如何的来守节 献祭在你的面前 主你在意这一切的事 因为这也是你与我们同住 与我们同在重要的关键 我愿你亲自的恩高 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孩子 让我们透过每一天 持守规律的QT的生活 我们在你面前吸引神的同在 带出我们得胜的人生 奉耶稣的名祝福祷告 Amen Zither Harp 优优优独播剧场